而且這個是一個戲劇叫《步步驚奇》的片頭曲 你有follow到嗎? 我只有follow到《步步驚奇》 還沒follow到《步步驚奇》 好 可以繼續follow一下 好好好 聽完了《中國的曲風》 我覺得我們繼續要回到說故事的時間 接下來要歡迎的是《孟德爾頌》 大家好 我是《孟德爾頌》 我的首場呢 就是說啊 我剛剛聽到前面有音樂家分享他的遊虎經歷嘛 對啊 遊虎經歷小故事 還有那個什麼 生命 那個遺傳 小秘異啦 他們都說的小秘異 遺傳疾病 對對對 那我就來講一點特別的 生活經驗 生活經驗好啊 對對對 這樣有點越來越深的感覺 就是像我啊 就是我做了大概五十幾首的無言歌 無言歌 對 然後他們都是大約就是 與我的生活經驗相關啊 所以我就會覺得 幫這些無言歌下標題好像已經沒有必要了 好像我也是 然後我就覺得大曲子啊 當然也有大曲子的好嘛 但是像我這種小曲子 也有小曲子可愛的地方 所以你比較喜歡你的小品嗎 對對對 我喜歡我的小品 那請問一下大師 好 你今天是孟德爾頌好不好 要尊敬一點 不是幫人也好 那請問一下大師 接下來那麼多無言歌 那接下來要談的是哪一首 哪一首 我根據我的雷達顯示 雷達顯示 雷達顯示 對對對 那一首啊是有那個大自然的聲響 傾傾傾空空沒有啦 開玩笑的 嗯 然後還有那個小鎮的節慶 喔小鎮節慶 還有咧 還有一個 那個是我加什麼去的 那個 嗯 啊 當地流行民歌的 對不對 你看加了這麼多元素 等等加我都忘記了 好啦好啦 好 那我們就趕緊 歡迎有慈美的帶來的 無言歌作品53號第三首 超東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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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